嘿 各位 那我們眾所期待拿到了富士的X100 6代 那今天這一集呢 比較想要帶給各位的就是說 它拍起來到底好不好看 因為現在就是不是攝影專業的人 也都在封這台相機 所以我們等一下帶來的東西呢 就是這台相機PK 一台很夯的RICO GR 3X 那我會用它對3X的原因 是因為3X的話是40mm 它是35mm 所以兩者呢算是蠻接近 然後我會盡量讓他們自動的去做拍攝 然後等一下會有兩個色調 一個就是它的底片 經典底片色調 然後一個就是RICO呢 我也會用它的底片色調還有它的正片色調 來跟它的正片色調去做對比 讓大家看一下你們到底喜歡哪一個喔 那我還是稍微介紹一下X100 6代 到底是有什麼的進步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它感光元件升級到4000萬畫素 然後內建了一個超強的防手震 你不用管它幾級 反正它超級強就對了 我自己實測呢大概快門1秒都可以做拍攝 所以它的防手震真的很強 那除此之外呢好像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更新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在這個黃埔行村這裡去做拍攝 這裡呢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有個咖啡館這樣 那我們就開拍 好開心喔 我們下次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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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